这个江警官刚才讲那些东西是非常有技术含量 因为我也曾经跟那个他的一些同行接触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规律的总结 你比方说我们到医院 你去挂号在商场排队 你的眼睛在看什么 你肯定焦急等待前面 多少人排完呢 窗口是什么呀 你最多想到这个 小偷排队里他想偷你东西呢 前后左右赖啥吗 他肯定是看你的钱包和包 放在哪里 所以这公安大学有个教授 我总结那么几句话挺好 说你排队 在无论是商场上还是医院里边 你看什么人是小偷 有那么四句话 叫从答案上看 男的破破烂烂 女的花枝招展 前后左右烂看 手拿报纸雨伞 这就是小偷 这个江警官最清楚 报纸雨伞意味着什么 是吧 那是托 他偷东西挡着什么都好办 挡人视线 障眼法 对 江警官跟我们说说 您抓小偷抓现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小偷他这动作和常人都不一样 所以练就了就是这样了 江老师 我要给你想问你一个事 因为过去那小偷呢 有那么种作案手法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比方说在公交车上在哪儿 两个人 我把你钱包偷了 我一转手就递给另外一个人 你看这是我偷的 我真是没脏物 拿这瓶脏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行人看管这个叫二线传道 你怎么破这个二线传道 一般我们在车上抓小偷呢 因为眼睛不能对到一起 只能凭感觉 就是说他下手的时候 你把手贴过去以后 你觉得他有伞的手出来的 没拿着货 这个手要是拳头握着出来的 下来了 不用瞅 不用眼睛瞅 就觉得感觉出来 你一抓 一抓一个准 那这个时机太难掌握了 就还没来得及 转一张握的时候 就给拿下来 对 这转顺其事啊 江老师 万一你想想啊 他要是拿 没拿出来 你说他散着的 万一他要拿 拿 拿 没拿着 他这时候恨呢 你想怎么样 这个时候 一万一就是怎么办 是给我们全是吗 不是 就是恨的 没拿着不能抓 爬去你的讲究啥呢 抓贼劲章 必得拿出来 你抓到了 叫生了 那个 法律上不会是印函的 这个时机非常的难拿捏 是是是